第十九題,十九二十二一是題組,燕榮取兩段等質量的美代,點燃後分別放入內裝氧氣的甲瓶和內裝二氧化碳的乙瓶中,假設美代在兩瓶中都能完全燃燒,請回答下列問題,化學反應是2Mg加O2,生成2MgO,2Mg加CO2,生成2MgO加C 第十九題是問,有關美代的燃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,選項A,燃燒B為放熱反應,這個是對的,我們燃燒就是劇烈的化學變化會產生光跟熱,所以選項A正確,選項B,美和氧化美的化學性質不同,這個是對的,我們化合反應生成新的物質,它的性質會不相同,所以選項B是對的 選項B,美代在二氧化碳瓶中燃燒變成白色氧化鎂,我們看到他給我們的方程是2Mg加CO2,生成2MgO加C 所以美代在二氧化碳中會生成氧化鎂,而我們的氧化鎂是白色的,所以我們的選項B也是正確的 選項C,燃燒後氧化鎂溶於水,水溶液呈鹼性是對的,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呈鹼性,後面可使藍色是變紅色是錯的 鹼性會使,所以是呈現藍色,藍色是不變色,紅色是變成藍色,所以後半段敘述是錯的,選項C是錯的 因此第19題問我們說,有關於美代的燃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,我們答案選擇是C,燃燒後氧化鎂溶於水,水溶液呈鹼性,可使藍色是變紅色 咖啡效用C,燃燒去 kick時,那麼 HmMD flushC,燃燒後氧好之後我們請就 لي